今天9月3日早上 前游占旺區議員林兆斌及其前議員助理 分別被廉政公署職員帶走調查 直至馬上七時許 廉政公署發言人證實 已涉嫌在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中 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 詐騙政府發還選舉開支罪名 拘捕前游占旺區議員林兆斌 據本部記者獨家消息 前游占旺區議員林兆斌今早曾致電律師 律師下午也曾向記者表示 林兆斌只是協助廉政公署調查 記者今日下午曾抵達林兆斌創立的山下健生活百貨 山下健職員指 暫時不招待顧客入內 稍晚記者亦曾致電林兆斌家人 其家人回應 不好意思 暫時沒有補充 多謝 直至晚上七時許廉政公署發言人證實 今日拘捕一名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 聲稱被捕人試驗在該選舉中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 以欺騙政府發還選舉開支 據了解被捕人士為前游占旺區議員林兆斌 晚上11時40分更新 林兆斌於晚上11點在個人Facebook上發帖 我暫時已經平安 多謝各位關心 抱歉我不會回覆任何傳媒查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